火锅的确是大陆年产值最高的餐饮类型 2015年的时候也一度出现了大量的火锅外送业者 不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 却多数都阵亡了 只用顺利存活下来的有一家很具有代表性 创办人就分析了 这重点是客权定位 而且他们直接把锅具送给顾客 不用回收 省麻烦 高家府有深入的观察 火锅是大陆餐饮业当中 最赚钱的一种年产值大约7000亿人民币 看准这庞大商机有业者 就首度把火锅跟外送结合在一起 而且还主打套餐送一套免费的锅具 成功在这个讲求快速便宜的外送领域当中 杀出一条血路 这想吃什么都是热的 这感觉比较丰盛 对对对 特别丰盛 吃火锅的话是一种享受 因为你能享受到美食的同时 然后的话还可以跟我哥两个人一起互动一下 去外面火锅店吃吗 因为去外面火锅店吃的话 两个人我们一般来说的话 会排队基本上排队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以上 那我们会觉得还不如在家里 小茶几摆满肉片火锅料 还有一个小锅小炉 我在家吃火锅这些东西在大陆你不用自己准备 豆洗锅底 好像里边有 灌装锅底 蔬菜拼盘 肉片到配料 像在仓库捡货一样拼成一箱 这就是外送火锅一个半小时前模样 黄帽商业楼十六号 好嘞 好这个主要是我们这个主要是速度要快 因为它这个规定是一小时之内就得到达 然后不然的话这个肉就化了 我们这忙起来的话一定有一天上午的十几趟 下午的七八趟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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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淘汰狼外送火锅的外送员 没有错 就跟一般便当速食一样 骑车送餐 但客户吃尽嘴里的食物感受大不同 吃其他的一些便当之类的产品的话 它只会提供一个保护感 周末也想对自己好一点 所以说价格上面没有什么 太多的担忧都可以接受 外送在大陆会风行的原因有很多 其中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快速便宜 消费者再去自愿的去增加一些单品 外送做起火锅生意不是没有原因 在大陆火锅一年可创造约七千亿人民币产值 不只排名餐饮类第一也是正餐类第一 在网路改变消费习惯下 还曾经出现一窝蜂现象 只是他们走的是大锅外卖 大陆火锅龙头海底捞早在2010年就推外送 连招牌的桌边服务都复制 而这套模式在2015年大陆市场上出现大量通知信业者 一样背着外送箱到指定地点 把准备好的食材 汤底 锅碗瓢盆 甚至电磁炉统统塞好 抛客只要动手动口 吃完外送园再来收拾 不用出门也像在店里吃 从头到尾一条边服务 看起来解决了火锅外送难题 没想到短短不到两年时间 近九成投入品牌全数阵亡 中国的主要外面人群是85后90后 甚至未来是00后可能10后 但是可能这部分人有几个痛点 第一可能一到两个人居住 第二他居住面积不会很大 第三他的收入未必会很高 但是火锅它是一个特殊的品类 需要你点很多东西 几乎同时创业却存活下来的淘太郎 创办人赵子昆分析 模仿海底捞外送大锅定位家庭消费 是对手失败两大主因 毕竟海底捞已经拥有固定客群 怎么做都有人买单 当时做的这个产品是定位一到两个人 可以在家吃火锅 然后我们用一个套餐的方式 用一只锅的方式解决了 大锅价格降不下来 赵子昆改做小锅 目标放在单身族 尤其是外地到一线城市工作的年轻人 这个是七夕的活动 屌丝活该单身套餐 店员带着model接单备货 看准七夕档期 庆祝以年轻族群为主 行销趁机搭顺风车 已经配起来需要炖一下 里边有雪花一份 这个 小羊肉一份 这个地址是三里屯Solo 去送Solo 好的 短裙洋装高跟鞋 外送小哥换成高条辣妹 你好 王自然认定的外卖到了 我认的 怎么还在拍啊 我是种了那个 陶女郎送餐是吧 然后在这个 撒狗粮的日子里 我能给你一个拥抱吗 好 我们给你拥抱 给你一个拥抱 我同事里面也有 其他男的单身的狗 我可能会把他们邀请过来 一块吃 把吃火锅变成社交活动 增加购买诱因 也带动业绩 只花了两年时间 陶太郎就缴出 单月销量三万份 交易额约台币三千万的成绩 目前门市从一开始的北京 上海 福州 厦门 扩大到全大陆50多个城市 既然客群不同 后端准备当然也不一样 陶太郎没有实体店 是道道地利的网路品牌 派送据点只做简单分装 一个套餐的话 一分钟就可以出餐 大约的一天最少两百单吧 餐点设计几乎是替年轻人量身打造 当中还解决了吃完的善后问题 淘太郎的外送火锅里头 除了食材之外 它还附上一个像这样的小火炉 让你一个人 也可以随时随地吃这个涮涮锅 但最特别的是 它连这个锅子都是跟着一起卖 所以消费者 他可以选择把它保留下来 或者在下一次购买的时候 换取等价的商品 然后用完之后又不太舍得扔 所以水冲一下之后 放在保存间里面保存着 就是可能过几天又想吃的时候 就会想起来吧 送锅不止没亏钱 还等于用一张会员卡绑住用户 回购率高达七成 看到这招奏效 海底捞甚至在2016年开始模仿 但脚步已经慢了 目前外送平台上 平均月销量输了五倍之多 有用户催单了 女士您这个订单目前已经在路上了 然后我这边帮您追溯一下切手 因为餐饮外卖 因为用户它并不能第一时间叫服务员 它有任何情况可能需要打电话 跟我们的客户去沟通 不像实体店做外卖只是辅助 淘太郎专注线上经营 优势成本低补贴多 但服务配套就得更完善 避免出错来不及反应 包括附赠的一次性桌布 上头有实用教学步骤 小火炉用矿物油取代酒精 降低意外发生几率 你用明火直接点燃这个矿油 是点不着的 它必须要有燃油头 有引燃头 有这种海绵头去经过去点燃 今年还不满30岁的赵子坤 坦言创业初期 光是生鲜食材保存 就吃掉大半成本 但他选择走不利多销路线 拉高销量来压低进货价 当羊毛不是出在羊身上的时候 也成了淘太郎 能够在线上线下 百家真名的外送领域 脱颖而出的关键 谢谢 TVH新闻 于心安国家 北京报道